哈囉大家好我是肯肯我們今天呢繼續來玩我們的永遠的惡魔殺手 但是呢最近都沒有什麼新的東西了嘛 除了他最近出了一些新的聖物 那其實這樣也就是完全的放置行手啊 有時候都會忘記打開來看一下 好那麼今天的主題呢反正也沒有什麼事情做嘛就有人跟我講說他 五個五個抽 可能抽到SS機率會比較高 所以我們今天呢就特別來試一下 要不然我的卡片真的是還蠻少的 其實還蠻想嘗試一下這個8配6 8的話就是隨便選一個武器然後6的話就選擇這個 晚熊的 這個法杖的天賦 我們現在就只有抽到這隻晚熊 那還要抽到6張就可以來玩 要不然以後的話雙武器應該是會大於這個單武器的 這樣我覺得這個大劍搭配那個法杖其實就蠻好的 因為大劍的缺點呢就是他的 大招CD冷卻時間長嘛 那換成法杖的話就可以蠻好的去補這個他 之間技能的空缺喔 所以呢我們還是盡量朝著雙武器來走 不過的話短劍的話單武器應該就是只能夠單啦要不然 要不然這樣切換來切換去其實短劍的這個效果 可能沒辦法發揮的最大 好那我們就開始抽 5個5個抽好像是蠻這個浪費時間的 不知道是真的能夠抽到SS卡 而且他這個有時候他都會突然抖動一下有沒有看到 他這邊就有直接5抽 來5抽5抽試試看 這樣真的會比較 龍中SS卡嗎 我真的懷疑官方是在針對我 我感覺都沒有抽到什麼好用的SS卡 都已經玩到現在幾個月了 現在都快3個多月了吧 那打算這次在在那個月卡嘛 通行證再衝一次 然後看一下能不能衝到VIP14然後再看 給大家看一下那個VIP14的效果會怎麼樣 我自己覺得應該是會爬的應該會更快喔 不過到 因為他只有限制5秒嘛 喔這次出了兩個S 不過他只有限制5秒嘛可能打到一定時間突然中途斷掉的話可能就會 不太好 因為5秒這個時間其實 不知道他是有算加速加加進來吧 1.5倍嘛 出於1.5大概可能就3秒左右 我們限時時間的3秒 好目前我們已經抽了2萬個特別召喚鑰匙還是沒有出到SS 不過S卡好像出了蠻多的喔A卡好像也出了蠻多 還是說只是我錯覺 如果一次少早抽的話你抽看到一張S卡 這個 感光被放大吧 感覺會得到特別多 要不然一整排都是 一次出現4排 那只有出現那一張 感覺就 比較虧一點喔 我們這次打算抽到大概剩下1萬個特別鑰匙 然後再順便拿兩次的 里程碑 目前來說還是都沒有啊 看來 難道說要改成什麼一個一個慢慢抽嗎 這樣 這樣會抽到不知道民國幾年喔 還是 還是我感覺官方直接出個那個可以幾點的 就類似把廢卡都 融化掉 然後可以換些點數 這樣非洲人才比較好在這個遊戲生存下去 要不然我感覺可能玩了一兩年可能都還不會中 那至少也要把 當一些抽到廢廢的SS卡換成其他的S卡點數嘛 就假設10張SS卡可以 就把它融煉掉然後 融煉掉10個點數就可以換一張 一星的 至少換個一星的吧 這樣應該比較好一點 要不然這個沒有保底機制我感覺 比抽轉蛋還要坑啊 這個機率是微乎其微喔 光抽到 2S的怪物卡 機率就更小 而且 AS卡還分那麼多武器還分那麼多張 分那麼多張就算了 那你還要分三顆星 這樣要什麼時候才能升到最高等 好這只是我一個小小的抱怨 在我們抱怨期間呢 我們的鑰匙也在急速的消耗 雖然只是5個5個抽但是也快要到達今天目標 我們還剩下1萬多個可以抽啊 目前還是沒有見到一個金閃閃的高卡片 那該不會以後是要一個一個抽吧 還是說他已經鎖定好我這個帳號 他特別把我這個UID啊 519000 直接把它射程 機率調低 還是說官方我看到可以直接送我一個 不死兔也沒關係啊可以直接寄到我的信件裡面 應該是我想太多了 剛剛好像出現一個兔子 GOGOGO 來我們已經要到達我們今天目標了 好完全沒有一張SS卡 那我們就只要把 我們的希望寄託在這個卡片里程裡面了 來領取獎勵 喔來出現了這張是啥 短鍵法杖 好像還不錯喔 不過雖然是一顆星的 至少我們又離我們的86 這個 武器搭配更進一步 那接下來第二張能不能出 好 我們有一張就夠了不要太奢求 我們去看一下我們抽到的是哪一張喔 技能傷害加技能暴擊傷害 那這個好像也是史丹利大家有推薦的 這張好像是蠻不錯的喔那我們可以把 這個給換上去嗎 這樣剛好是加6%耶 技能6%喔不過他有多了 有多一個 7.2的技能暴擊傷害 好那我們就換一下喔他這兩個應該都是一樣的吧 那個短鍵技能傷害增加6%跟這個技能傷害 是一樣的嗎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加上去的那我們來對比一下 我們現在的話這個引爆標記是200%的傷害 那麼對換上去應該也是要同樣的200% 那我們看一下 也沒錯 那這樣還加了一些戰力喔 那加了戰力就是給我們的技能暴擊傷害 好那自從我換了這一些其他武器呢 現在最高關卡已經到18385 那再看我之後可不可以再小除一點 像我們再弄個通行證 可以升到VIP13喔 VIP13的話就可以 多突破兩次好像沒差用了 那比較好一點的話就是可以 VIP14喔 知道他到VIP13會不會出一個 直升VIP14喔 那如果有的話到時候再 給大家看一下 我現在實在等 我自己是還沒有出現過那個到21等 通行證會半價的 然後打算到的時候如果有的話就可以 可以買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快要到VIP13了 然後他出了這個掃地我真的是覺得 蠻方便的喔 要不然以前根本就連懶 連打都懶得打現在只要點點幾下就好 像這樣非常方便喔 而且VIP11的話可以直接 看廣告就就不用看廣告 直接點就可以了 現在下一個目標呢是把這個 裝備給他 可以掃地 他為什麼要翻成掃地啊真的是蠻好笑的 他這應該是基地翻嗎 基翻喔 直接用機器翻譯了 要不然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他的機器的原文是什麼 那掃地的原文 我們來看一下掃地 可能是SWIP的或是什麼的吧 Intel 我們這裡弄夠了 欸真的來SWIP 那就直接把他翻成掃地 然後這個 不過他這個 裝備的強化券要到 VIP18喔 應該是18吧我應該沒有記錯 我們再去確認一下 要不然等一下又誤導大家 要到VIP18嗎還是17 反正喔對要到17啊 還好看一下 VIP17他就可以掃蕩捲軸 這個我覺得還蠻累的 好吧那我們今天的這個有緣的按摩殺手就差不多拍到這邊咯 我們下一集再見 大家拜拜 掰掰 άλλ